大家好,我是胖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关注我 谢谢大家 今天我想来讲一讲 我来美国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呢 也可以说是小的教训 你也可以认为我当时是傻 做了傻事吧 但我认为我当时是在做好事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两件事 讲给大家听 先讲第一件事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老公是做柴油机工作的 我在前面的视频有讲过了 当时呢 我们不住在这里 我们住在别的州 我老公当时有一个移动的房子 但是 那块地不属于他的 他是租人家的地 每一个月 要给80美元的 地租金钱 那80美元呢 同时也包括是免费的水用 就说地皮钱 还有水费 都包括在里了 当时那块地的主人呢 是一个白人老头 因为他的那块地 非常靠近 做柴油机的那个厂子 他就买了一些 移动的房子 放在他的地上 做起了房子的出租生意 同时 他把他家的 大房子也给出租了 他们搬出去住了 当时租他家大房子的人呢 是一对白人夫妻 男的是在政府部门上班的 女的在家里面不做工 当时我们所住的位置呢 离这一对白人夫妻呢 是 对面 中间呢 有一条小的马路 我跟他们 是可以说是 很熟悉的这种 但是我几乎 没怎么去他家 去的很少很少 几乎都不进家里面的 我们都是站在外面聊天的 这样 因为我们在那住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是比较熟悉 后来这个男的呢 就得了癌症 去世了 男的去世以后 女的拿到了一大笔 男的人生保险钱 在后来这个女的拿到钱以后 他就搬走了 搬回了他的老家 但是这个女的呢 他有我们家的电话号码 他搬回去后有几个月 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给我说 他给他老公预定了一块墓碑 人家做好了 他要过来看着人家 把墓碑放在他老公的墓地上 然后在电话里 他就问我 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家住一个晚上 他说的 我想跟 那边的老邻居聊聊天 这样比较方便 我们家当时呢 是有两张床 我想住一个晚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因为大家以前 毕竟是非常熟悉的 何况他平时说话非常和气 然后我就跟他说行啊 没有问题 后来他就 来了我们家里 住了一个晚上 来到以后呢 跟附近的老邻居 聊天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还专门做了早餐 给他们吃 吃完以后呢 他们就离开了 这个事情我原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没有 后来有一天 我的牙痛 痛得 确实很难受 我就去想找 一粒止痛药车 我们家当时呢 有医小瓶的止痛药 我老公呢 因为做了眼睛的手术 人家医生给了一些止痛药 再加上我生小孩的时候呢 医生也给了一些止痛药 然后我就把这些止痛药 装在了一个小的瓶子里面 装的满满的 平时我们都不吃他的 因为用不着嘛 等到那天 我牙痛的时候 我去找的时候呢 我发现 我那里面的止痛药 只剩下两粒了 我当时马上就想到了 是他给 拿走了 因为我们家里面呢 是没有人到我们家里去 也只有他 后来我就跟 附近的 另一个老太太聊天 就讲我们家的止痛药 少了 被人家拿了 然后我就跟老太太 明说了 我就说我们家也没有人进 到我们家 只有 那个女的嘛 老太太就说了 你不知道他 他是靠吃止痛药的人 我说是的吗 老太太说是的 后来老太太就 给我说 那个女的 因为他 三天两头去医院里面 要止痛药 医生拒绝给他 在美国呢 止痛药管制的比较严格 一般来说 他最多给你五粒 够一个星期吃的 因为他 经常去问医生要止痛药 医生就不再给他提供止痛药了 他就跑到附近的 小镇上去 要止痛药 他甚至 还花钱 从人家手里买止痛药 那个老太太跟我说的 当时这个女的 他就在 在我们住的那一片 问别的邻居买止痛药 当时他是花了五美元 买了一粒止痛药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听到以后呢 我才知道这个女的 原来是依赖着止痛药来生活的人 这个女的可以说 她是那种 不缺钱的人 但是她需要止痛药的 所以说她在我们家住的时候 她也没有拿别的东西 她就是拿了止痛药 不过从这件事 我学会了 千万不要让人家 轻易的 在你们家里面住 这是我来美国以后 学到的 第一件事情 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 第二件事情 我老公 换了工作以后呢 我们就去了北方 当时我们所住的 旅馆的对门 住的是 一对母女 白人母女 女孩子有16岁了 个子还挺高的 当时 女孩子的后爸 也就是他妈妈的老公 是住在楼上的 男的呢 跟我老公是在一个工程上 做工的 那个男的是开挖土机的 他跟我老公 熟悉 但是呢 他们不在一个 施工队 做工 有一天 女孩子敲我的房间门 我给他开门以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饿 他们家没有什么吃的了 我当时 正好是 煮好了饭 我就给他装了 一盘的食物 在美国我们吃饭不用碗 我们都用盘子装的 他 一边吃食物 他一边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说 他的继父啊 一个星期 只给他们70美元的生活费 在10年前 70美元 管两个成年人 吃饭 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确实是不够的 因为他们也不做饭嘛 都是在外面买着吃 我当时呢 也没有说什么 女孩子吃完以后就问我 可不可以 给他妈妈也装 一盘子的食物 我说没有问题 我又给他妈妈装了 一盘子的食物 他就拿给了他妈妈吃 后来女孩子 每一天的中午 他都到我的房间里面 来找饭吃 在我的房间里面 吃了有10天 还是11天 女孩子跟我说 他小的时候 因为他父母犯罪 被判了刑 进了监狱 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 后来他的母亲 从监狱出来以后 就把小女孩 从孤儿院带走了 女孩子的父亲呢 出了监狱以后 和他母亲 两人就离婚了 他母亲后来 又找了这个男了 当时正好是 圣诞节快到了 女孩子的继父啊 就要赶小女孩走 因为这个女孩子的继父呢 他要回自己的家 他不想 小女孩跟着他一起走 他就赶小女孩 小女孩就 没有办法啦 他就让他的 父亲的家里人 帮他买了一张 汽车票 他准备坐汽车回家 我当时还挺 同情这个小女孩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 16岁的小女孩 再说他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经济能力 虽然说 他家里人在网上 给他买了 车票 我当时还挺担心他路上 让人家 停在路上的时候 吃饭 他没有钱吃饭 我当时还给了他30美元的吃饭钱 让他在人家停车子的时候呢 买点饭吃 同时我还给他装了 食品袋 衣食品袋的零嘴 留他在路上吃 在小女孩走的那一天呢 他又来敲我的房门了 他问我 可不可以帮他一个忙 他说他的继父 改变了主意 不想把他送去汽车站 大家也知道在美国 你没有汽车 你是哪都 去不了的 小女孩就问我 可不可以 想办法把他送到汽车站去 后来我就问了旅馆的清洁工 是一个墨西哥女的 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 找一个时间 不太忙的时候 把小女孩送到汽车站 这个 费用呢 我出 我说我给你 出这个油钱 墨西哥 这个清洁工呢 非常好 他说的 你不需要给我钱 你都可以帮他 我也可以帮他 他说的 你跟我说他什么时候走 我到时候去 带他去汽车站 后来 后来是这个墨西哥女的给他送的 送到了汽车站 下面呢 有一个重点啊 在这个小女孩 没有去汽车站之前 他的妈妈当时也在那里了 他的妈妈就跟我提出来了 他说的 你可不可以让你老公 回来 把我女儿送到汽车站去 我当时听到他讲这个话以后呢 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他 我说的 他是你女儿 你是他母亲 照顾他是你的责任 他母亲也没有说话 这小女孩走了 这个事情不就过去了吗 但是没有啊 小女孩白天离开的 等到下午 他的后爸下完班以后呢 我老公也下班了 我老公进到房间里面 5分钟都没有 因为我老公是做野外工作的 在野外待了一整天也挺辛苦的 他回来以后呢 他就躺在旅馆的床上休息一下 刚进来没有5分钟 这个女孩子的后爸 他就来敲门了 我就给他开门了 他进来以后呢 坐到那就跟我老公说 你老婆说的 我老婆不是一个好的母亲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呢 我就知道他在找事 这句话呢 我也没有说 我当初跟他老婆说 我说的 他是你女儿 照顾他是你的责任 我不认为我这句话说错了 对吧 小女孩又不是我女儿 然后我就把这个话说给这个男的听了 我说的我没有说 你老婆不是好的母亲 我只说这个 小女孩是他的女儿 他应该 照顾他是他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然后呢 我就给这个男的说了 小女孩来到我的房间里面是怎么说的 说了这个男的不给他们足够的钱吃饭 他们屋子里面没有什么吃的 后来这个男的就跟我说 小女孩撒谎 不拉不拉 就那一对话了 我也没理了 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我说如果你说完了 那你就离开我的房间吧 后来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和我老公闹得也 挺不开心的 我们两人就吵架了 我老公就抱怨我 抱怨我说我多管闲事 这是 我来到美国以后 发生在我身上的 第二件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了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